兰迪应该是目前最有实力的选手 不仅造了一栋最豪华的庇护所 生存这么久还从来没缺过食物 数着手中吃不完的鱼肉 他决定制作一些熏鱼保存起来 这样才能生存的更久 拿到50万美金 发好鱼肉再把捡来的铁皮盖上去 最后在庇护所内生气活 相信很快就能吃上香喷喷的熏鱼了 有鱼怎么能没有鸡呢 想到这里 兰迪决定四处巡视下 看能不能偶遇一只松鸡 最近他总是听到营地附近有动静 为了避免惊扰到猎物和响尾蛇 他的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 很快就在不远处发现了一只松鸡 兰迪拉满弓箭就朝他射了一发 遗憾的是差一点点就搞定了 结果只给他留下了几根毛 还好没多久目标又出现了 兰迪一发入魂轻松将他拿下 提着松鸡发出了嘎嘎嘎的笑声 完事就迫不及待把他扒了个金光 锅里炖着鸡烟送熏着鱼 小日子过得越来越有盼头了 为了生存下去 杰西把目光投向了松树 毕竟他已经连续五天没吃东西了 砍断一节树枝 把外层的树皮剥开 然后把里面的白色嫩皮撕下来 放进嘴里呱唧呱唧地吃了起来 据说松树皮含有VC和抗氧化物 而且每斤能够提供500卡热量 嚼起来跟吃牛肉干一样 要是整点蘸酱放点辣椒面 再来瓶二锅头 怕是要爽翻天 就是能不能消化掉是个大问题 生存挑战进行到第23天 大夫作为本季最强的打野选手 无时无刻不再想着如何猎到大型动物 9月到11月之间正是此路的发行期 大夫决定带着弓箭 摄像机和睡袋 穿越平原去峡谷那边碰碰运气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老猎人 勘察完地形 他就逆着风寻找起来 这样就能避免自身的气味打草惊蛇 突然 临近的一丝响动让他停了下来 拉弓 射箭 800里开外一箭出去 没中 别急 先让剑飞一会儿 随后大夫朝着猎物缓缓走去 没多久就提着一只松鸡凯旋归来 目前他已经收获五只鸡和一只松鼠 这让他的内心感到十分痛苦 他表示宁愿搞一只大型动物 也不愿伤害过多的小生命 但如果停止杀戮 选择吃素 就意味着他要放弃50万美金 画面来到大妹子这边 至于为什么很少看到布鲁克 是因为这些天一直在忙着做手工 挑战刚开始就给自己做了篮子 耳坠 后面还做了石木手环和项链等等 依靠手艺活显然是无法生存的 他也很想搞一头大型动物 但他觉得植被太过茂密不合时机 于是他决定做一套鱼巨到河边钓鱼 先用刀将松木削出一个勺子形状 钻好孔 再把鱼钩鱼线穿过去 迪配版洛亚亮片就做好了 至于为什么不用蚂蚱做鱼儿 可能是附近的都被他霍霍完了吧 结果一顿操作猛如虎 一看战绩0比5 给他急得直挠头 连给鱼毛都没有 布里特应该是目前最富有的 其他选手都已经饿到吃树皮了 他却有着吃不完的鱼肉和蚂蚱 前些天钓的鱼虽然被狼群截糊了 但幸运的是 他又遇到了一头迷路 可惜他的剑法太菜没能拿下 只能眼睁睁看着50万美金离他而去 情绪低落的他 看到蚂蚁都如此拼命 他决定振作起来 继续到河边钓鱼 毕竟这地方的鱼情还是不错的 时间不长 第一条鱼就上钩了 后面采取游击战术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只见一条又一条的大鱼被钓上来 短短两个小时就收获了9条鱼 找这种情况一直发展下去 拿下冠军怕是不偿问题 想到这儿布里特心里高兴坏了 可下一秒 他就看到了熊大的脚印 这时候要是被他看到就BBQ了 回到营地赶紧烤一条鱼鸭鸭精 希望香味不会把他引过来 不料 晚上刚准备睡觉 就听见庇护所外面有动静 听声音应该是一头蒙古棕熊 这家伙一口下去能咬碎人的头骨 吓得布里特赶紧拿出防熊喷雾和汽笛 盯着门口 随时准备应战 第二天早上我以为布里特没了 看了好久才发现 他就坐在角落里 原来他和庇护所已经融为一提 为了印证昨晚的猜想 布里特决定去附近巡视下 没走多远就发现了熊的脚印 并且在树上留下了深深的爪痕 眼前的一切让布里特不寒而栗 不知道他还能生存多久 画面来到暴躁哥拉里这边 自从开局吃过一只花里鼠后 后面一直靠蒲公英来维持生计 这东西虽然包含大量维生素A和K 但是一直吃素 营养指定跟不上 必须掉几条鱼补充蛋白质才行 想不到今天的运气还挺好 时间不长就掉了一条 可惜还没来得及高兴就跑了 拉里只能骂骂咧咧的继续等待 核实在听不下去就给挂了一条 结果刚拉上岸就开始大吼 真担心他把自己给喊过去了 回到营地他赶紧烤鱼补充能量 不知道是滴血糖还是吼缺氧了 刚站起来就仰面倒在了地上 还好鱼没烤焦前就醒了过来 拉里解释说是蒲公英吃的太多 力量效果太好 导致他脱水引起的 听到这里 我想说蒲公英真的不想背这锅 明明就是搞不到食物饿的 你以为他在削木棍 其实他在吃树皮 因为在这场残酷的生存挑战赛中 坚持到最后的人 就能拿到50万美金 为此杰西已经连续吃了好几天 考虑到后期他还囤了一屋子 有了这些就相当于拥有了刀削面 鱼丝 牛肉干 等等等等 他们虽然能提供膳食纤维和果汤 但吃多了就会出现负账和便秘 杰西不是没有找过其他食物 钓鱼技能虽然说不太行 但弓箭用的还是挺不错的 前段时间还搞过长冲跟松鸡吃 想不通他为什么要跟树皮死� 目前他已经半个月没有排便 希望杰西还能一直保持下去 因为每次看到他吃树皮 我就觉得特下饭 镜头来到山姆这边 他的生存原则就是躺平 最大程度保存有限的能量 所以喝个水都不愿意去河边 而是从防水布上咬下一碗无根水 大自然馈赠的鸟屎咖啡就有了 早餐过后山姆开始干正事 为了抵御蒙古即将到来的寒冬 五天前他就开始搭建永久性庇护所 房型的结构框架已经基本完工 他觉得只需把防水布盖上去 就可以入住新房 接下来还需要组装一个床铺 现在框架上摆满木条马放整齐 完事在上面铺上干草和睡袋 野生席梦斯就做了出来 最后在围墙打上格子 盖上树枝 必用绳子固定好 山姆的荒野豪宅就算打造成功了 唯一的遗憾就是不能见一个女人 但是这房子属实有点弱不禁风 先不说能不能防得住熊和狼 估计一场大雪就能给他压他 和兰迪的石木大豪宅相比 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镜头回到杰西这边 一直吃树皮的他出现了头疼腹痛 但想到家人的期盼以及百万奖金 他决定把树皮磨成面粉做面包吃 曾经一些土著部落就是这样做的 杰西现在河边找了块光滑的石头 然后把树皮放入锅中开始研磨 整了许久才搞出来一点点 看到希望的他 干起来更加卖力了 可小富传来的阵阵脚痛感让他破了房 撕心裂肺的感觉疼得他满地打滚 本以为休息下就能有所缓解 结果症状越发严重 趴在地上挣扎了许久 他并不想放弃这50万美金 但如果硬扛下去很可能小命不薄 最终他只能拨通救援电话期赛 这个结局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没事千万不要去吃树皮 随着杰西的退出 10位挑战选手仅剩6位 其他选手还在吃草啃树皮时 布里特却已经有了吃不完的鱼肉 但仅凭这些还不足以拿下百万奖金 他还想做一个陷阱捕捉大型猎物 只有这样才有机会生存到最后 这是他在荒野的第24天 听到庇护所传出的魔性笑声 就知道他的小日子过得多舒服 今天又是一个钓鱼的好天气 不用想抱护的时刻又来了 抛肝没多久就上了一条 布里特决定再接再厉 或许是资源太好 又或许是钓鱼技能点满了 时间不长就收获了4条鱼 其中还有一条肚子又大又圆 抛开之后发现里面有只小老鼠 真是鱼生无常大肠包小肠 有了前面被偷家的经验 他决定用烟熏的方式保存鱼肉 先把鱼肉分割成条状 接着挂在庇护所防粮上 下面再生一堆火就可以开熏了 隔天 布里特对着熏鱼陷入了沉思 想要在这里生存到最后拿下冠军 单靠钓鱼指定是行不通的 必须要搞一头大型动物才行 于是他决定在河边做一个陷阱 杠杆四周围上树枝保留一个缺口 最后在触发装置上挂上鱼头诱饵 具体是什么原理我是真没搞懂 只知道他这个成本确实很高 至于能不能捉到大型猎物 就要看今天晚上了 深夜布里特刚要入睡 就听到外面有叫声传来 从动静来看绝对是个大家伙 熬过艰难的一晚终于到了早上 布里特迫不及待的去检查陷阱收获 却不料刚出营地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到了 这种巨型脚印应该是驼鹿留下的 布里特继续朝河边的陷阱走去 发现虽然被触发了 却没有猎物 最可气的是鱼头也没了 看着被拔出来的毛肝应该是太小了 他决定换成大一点的毛肝 希望改建后的陷阱能够有所收获 镜头来到拉里这边 一大早就被老鼠吵醒了 暴躁哥吵起棍子就捅了上去 谁知老朋友竟和他玩起了捉迷藏 拉里的鼠哥称号瞬间就被唤醒了 直接翻箱倒柜把庇护所翻了个底朝天 之前在温哥华就和他们斗了60天 想不到在蒙古这边还要接着斗 不知道会不会还像之前那样 一直靠吃薯片生存下去 目前大夫已经在野外生存了26天 小刀经过长期使用已经起了毛鞭 所谓功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他决定将刀打磨一下 却不料小刀刚被打磨好 就听见外面有动物跑动的声音 他立即拿出弓箭开启了追踪模式 很快就在河边发现了一只大鸟 带弓拉满弓箭朝他射了过去 他捡起水中掉落的箭矢 顺着猎物飞走的方向开始紧追 结果还是追丢了 大夫感到很懊恼 他不想猎物受伤后还没有结果 这与他的狩猎准则严重不符 外上大夫坐在庇护所内 心情不免有些低沉 这是一只老鼠闯了进来 真是厕所里打灯笼 找死来了 说完大夫给了他一个王者蔑视 想不到这只老鼠性格还挺倔强 防守阔步朝陷阱走了过去 大夫对他可没什么心理负担 第二天早上一家三口已经团灭 来看看大夫大佬是怎么说的 拉里要是看到这种情况 怕是又要口吐芬芳了 镜头来到拉里这边 他已经快被老鼠逼疯了 一到晚上这些家伙就想上床陪他 不知前世有多大的恩怨 才能换来鸡生如此这般纠缠 给他气的50万美金都不想要了 只想把庇护所拆了远离此地 经过一个晚上的折腾 拉里已经被整得心里憔悴 他决定以牙还牙报复这些小家伙 拿着防熊喷雾就是一顿猛喷 心想这东西熊都受不了 不把你们拉死才怪 玩家还用防熊汽笛庆祝庆祝 看到拉里的表情我实在忍不住笑了 严重怀疑他参加挑战不是为了钱 而是为了放飞自我讲单口相声 反观布鲁克这边就惨了 目前为止还没见他吃过东西 连绵的阴雨天气加上头顶的一片绿光 让他想起了和老公在一起的日子 躺在庇护所里给他憋得直发慌 第二天天空终于放晴 他打算出去找些浆果和蘑菇 要不然就很难有机会再吃到了 途中他找到了几颗玫瑰果 这东西中的维C比肠子多一倍 布鲁克立即放进嘴里吸吻起来 接下来又在一棵树上发现了白化绒 睡手捡起一根木棍就是一阵乱桶 白化绒作为医用蘑菇之王 其中还有大量的抗氧化物质 看来今天可以炖一锅蘑菇汤了 边走边玩很快就来到了山顶 望着营地和附近的河流不仅思绪万千 这时天空突然传来一阵闷雷 布鲁克赶紧穿上鱼衣往山下跑 万一被雷劈到就玩犊子了 幸好在大雨之前赶到了庇护所 望着头顶的一片绿和糟糕的天气 让他本就低落的情绪变得更加不堪 饥饿 孤独寂寞冷 瞬间袭来 犹如潮水般一发不可收拾 清晨返乡的汽车从荒野上开来 布鲁克站在营地外等待着归途 在与工作人员的交谈中随之而来的一句 不免有些好笑与心酸 但我依旧佩服他能坚持这么久 布鲁克离开后只剩下五名大佬 生存挑战也将进入白热化状态 接下来他们会有哪些精彩表现 关注我 咱们下期接着讲